1937年 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不久 周作人就当起了汉奸 对此他解释为 是受到了生命威胁 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他说的是真话吗 在他为日本人服务期间 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 曾经的文化领袖 堕落为文化汉奸背后 是怎样的思想 驱动周作人 在不归之路上越走越远 三峡大学胡俊修 将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从文化名流到文化汉奸 周作人 第六集 汉奸当得很头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 1937年七七事变 华北沦陷之后 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政权 是极力拉拢周作人下水 周作人呢 虽然有当汉奸的心思 但毕竟迈开这一步太沉重 当汉奸会一臭万年 没有回头路啊 所以周作人像个纠结军一样 显得犹豫不决 半推半救 而1939年元旦发生了意外 改变了这一切 那天早上 周作人遭遇刺杀 腹部中了一枪 蹊跷的是啊 这一枪刚好打在他毛线一扣子上 扣子救了他一命 周作人后来在法庭上说 刺杀是日本人指使的 日本人武力逼他下水 他为了保命 不得不当汉奸 周作人从此正式加入了汉奸阵营 起初啊 周作人还信誓旦旦的跟朋友说 自己绝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 问题是 他会不会身不由己 在汉奸路上越划越远呢 为什么人们把他称为 头号文化大汉奸呢 1946年 法庭指控周作人 和日本侵略者一个鼻孔出气 干净奴化华北教育 祸害华北青年的罪行 周作人却变称自己是在消极应付 虚与伪移 事情果真如此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啊 就需要我们看看 周作人到底担任了哪些汉奸职务 从事了哪些汉奸活动 说到周作人担任的汉奸职务术啊 简直可以荣登汉奸排行榜的榜首 他在1939年到1945年 短短六年时间里 一共担任了三十多个委职 可以说啊 是汉奸大满贯 根据王熙荣 周作人生平一案这本书啊 周作人在此期间 每年都会接受许多新的汉奸任命 1939年三项 1940年十一项 1941年三项 1942年五项 1943年八项 1944年三项 1945年三项 周作人在1946年 接受法庭审判的时候 出自己担任的委职 以韦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六年 和汪伟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两年为本职 其他的类型嘛 都是名义上的 或者是兼职 他只是在消极应付 挂个名而已 果真如此吗 周作人担任的第一个汉奸职务是1939年1月12号 当上了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掌管北大图书资料工作 半年之后 周作人又当上了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一直到1944年被排挤出局 一共六年 除了负责维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工作之外 周作人还是北平和华北地区诸多文化机构的文化班头 俨然汉奸文坛大个大 值得一提的是 周作人是臭名昭著的汉奸组织新明会的中央委员 同时他还是伪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会长 这个伪组织是日本清华期间的一个最高层次的文化评议机构 相当于文化清华的专家顾问团 周作人就是这顾问团的团长 他还曾经带团去访问过日本 此外 周作人还是汪伟政府教育部编审委员会的特约编审 周作人后来在法庭上说啊 自己没有进行奴化教育 那么光凭他当这个特约编审 他就赖不掉啊 曾经的文化名人 一度被寄予文化救国厚望的周作人 不但当起了汉奸 还干得热火朝天 这确实让人打跌眼镜 更让人惊讶的是 身为文人的他 甚至还摇身一变 当上了汪伟政权中 数得上的高官 周作人当的最大 最大的一个官 是1941年初 当上了汪伟政府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常委 教育总署都办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前身是 伪华北临时政府 本来是一个国家级的汉奸政权 1940年收编到汪精卫的 伪国民政府之下 当时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常委 一共只有六个人 周作人就是其中之一 同时周作人还兼任教育总署都办 如此算来啊 他周作人至少应该算是 汪伟政府里的政务级的高官 他身居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最高层和核心层 是掌管伪华北文化教育事业的督办 相当于过去伪华北汉奸政府里的教育部长 当时媒体报刊 说周作人是头号文化汉奸或者文化巨奸 我想应该有两层含义 一是说在汉奸群体当中 周作人是名气最大的文化人 二是说在汉奸政权里 周作人是文化教育机构的最高首脑 可以说 华北地区的儒化教育 周作人是最后拍板的大老板 是日本文化清华的忠实执行者 在这个意义上 他推行奴化教育的罪行 正如法庭判决书所言 实属毫无疑义 1943年初 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 教育总署督办的位置 被诸生给排挤掉了 如果周作人真的是消极应付 须于伟仪的话 他应该感到庆幸 无关一身亲呢 而实际上周作人是郁闷的不行 在当天的日记里面 周作人痛骂排挤他的诸生是小人 此后的半个月里 周作人甚至都无心做事 半年之后 诸生病死 周作人翻开半年前的一篇日记 补记道 小人做坏事 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活 此段是日后私之 亦甚可笑颜 活脱脱一副 幸灾乐祸的样子 由此可见 周作人对这个委执 是多么的恋恋不已 耿耿于怀 如此看来 周作人在法庭上说 自己当汉政是消极应付 虚伪 那实在是做得很装备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这个事 周作人做的类叫个赤裸裸 这件事情也发生在1943年 他丢掉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 都办之后 丢了大官之后 后来周作人 待遇也丢了 高官后路 一夜时之间化为泡影 仅仅靠当为北大文学院院长 那收入和地位都要差一大截了 这对于一向大手大脚 生活奢侈的周作人来说 可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 投靠日本人 周作人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而如今眼看受人排挤 丢了官 收入锐减 他会如何应对 曾经自诩为老僧 躲在苦与斋里 不问世事的他 现如今为了一己 私利和享受 又会干出哪些出人意料的事情 三峡大学胡俊修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从文化名流到文化汉奸 周作人 第六集 汉奸当得很投入 周作人坐不住了 他丢掉斯文 赤裸裸的给自己跑关 要关去了 既然排挤掉周作人的 是汪伟政府 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最高层 周作人心想 要扳回一局 那就只能找更大的老板 那就是汪伟政府的当家人 这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上级主管 那么找谁 难道直接去找中国头号汉奸 汪伟政府主席汪精卫吗 这汪精卫倒是一向对周作人很是敬仰 毕竟汪精卫也是一个文学气质很重的政客 仰慕周作人的文采 但毕竟两人过去没有太多的交集 直接去找上门 那显得很唐突 周作人也不好意思 那就直接找中间人来撮合呗 找谁了 周作人想到了一个人 陈公博 陈公博早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周作人当年教过他 两人有师生之谊 今非昔比 此时的陈公博 已经成为汪精卫的左膀右臂 是汪伟国民政府里的二当家的 也是中国的二号汉奸 很自然的 周作人找到了陈公博 诉说自己家大口阔 生活拮据的苦楚 学生陈公博 于是乎非常上心的 向汪精卫举荐了周作人 汪精卫怎么反应呢 他正愁着自己的汉奸班底里 这高大上太少啊 特别是没有超重量级的文化大腕 他就积极主动的回应了周作人的诉求 在汪精卫的指示操办下 1943年3月 周作人当选为光伟国民政府委员 这个地位不比委华北政务委员会 教育总署督办的身份低 但那毕竟是个实缺 而这只是个虚职 而且薪水低多了 周作人于是乎又通过陈公博 向汪精卫叫苦 说日子不好过啊 钱太少啊 于是四月份 在汪精卫的授意之下 汪伟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 又通过了议案 追认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收入了还是之前当教育总署督办的 这样一来啊 您看周作人虽然只是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 不是以前的常委 教育总署督办 只有虚职 没有实权 但这钱可一分没少 日子比从前还更潇洒了 可见 周作人有时对汉奸职位是极极主动出击 而且沉迷在当大汉奸的高官厚禄之中 还有一件事情 可以很好地说明周作人当大汉奸的风光和洋洋得意 根据学者林成的研究 1943年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去世之后 周作人写了一篇怀念文章 自民得意地说到自己 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 当副首都叶主席 这说的是1943年3月 汪精卫让他当上了委国民政府的委员 他感恩戴德 准备到南京去拜业汪精卫汪主席 如果说他当汉奸是消极的 如果他还有一点羞耻心的话 在悼念母亲的文章里 就大可不必提这些了 谁都知道当汉奸是给祖宗抹黑的丑事啊 可是他周作人却津津乐道 饮为光宠 由此可见 他这个汉奸当的是智德义马 好吧 到此我们就知道了周作人当汉奸 压根就不像他说的消极应付 而是积极主动 他短短六年时间 承认大大小小三十多种汉奸职务 说他是汉奸大满贯 投靠文化汉奸文化巨奸就不为过了 一个民国时期受人敬仰的文化名流 不但与日本人合作 甚至为了钱 主动要求担任高级的汉奸职务 这让当时的很多人难以想象 那么周作人在投靠日本人之后 究竟犯下了哪些罪行 法庭之上 检察官又会对他进行怎样的控诉 三峡大学胡俊修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从文化名流到文化汉奸 周作人 第六集 汉奸当得很投入 那么这位头号文化汉奸 是否恶贯满盈呢 1946年检察官在起诉书里 指控周作人担任委职期间 实施卢化教育 推行委宁 编修委教科书 做力敌之文化政策 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 启发其亲日思想 那么身为头号文化大汉奸 周作人到底干了哪些汉奸罪行呢 第一 为日本侵华制造汉奸舆论 鼓吹日本的侵华战争 那是正义友善的举动 时任汪伟政府 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 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 按照汪精卫 汉奸政权定的调子 多次说日本不是敌国 而是友邦 大肆鼓吹日本的所谓大东亚战争 说日本侵华战争啊 是帮助中国从英美列强压迫之下 解放出来的大善举 按周作人的说法 好像所谓的东亚民族当中 不存在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区别 他试图把日本穷凶极恶的掠夺烧杀 和中国水生火热的受苦受烂 融为一体 找出整体利益 这就是堂而皇之的 为日本侵华战争歌功颂德啊 是肉麻的 笨拙的欺人之谈 亏他周作人 还能够上升到如此之高的理论高度 他这首席文化大汉奸 还真是给力 怪不得日本人会调中他 第二 推行儒化教育 祸害华北青年 周作人作为为华北政权的文化教育首脑 秉承日本主子命令 推行日语教育 编定教科书 宣扬日本的敬畏三原则 这种宣称中日是友好善民的麻痹教育 企图把华北的青少年呢 培养成日本主子的儒采 是公然毒害青少年 让青少年任贼作父 被日本欺压了 还要感恩戴德 那么这种儒化教育的祸害非常之深 它会瓦解中国青少年的反抗意识 自愿的向日本侵略者举起双手 心甘情愿就这样被得征服 第三 直接为日本的清华战争服务 做敌人的帮凶 有一次啊 周作人下令学生集体停课去修马路 而这条马路竟然是日本侵略者 用来运送物资和部队用的 1941年4月 周作人带队前往日本去朝拜主子 周作人还抽空了 到日本第一陆军病院 慰问清华战争中的伤病人员 还捐了500块钱 之后他又到横须赫海军病院 慰问伤员又捐赠了500块钱 要知道 这些日本伤员 那可是在掠夺中国人民 屠杀中国人民的时候 治伤治病的 为讨好日本主子 周作人竟然去慰问他们 还主动捐钱 这是直接资助敌人侵略中国 周作人哪里还有一点点 作为中国人的骑马的良知 我们联想起他 当汉奸之初信誓旦旦的说 我绝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 这也太假了吧 伪善的让人恶心 第四 为汉奸和汉奸行为歌功颂德 社会影响恶劣 周作人曾经为了报答汪精卫的所谓知遇之恩 为汪精卫大唱赞歌 王精卫觉得自己的汉奸般底里 像周作人这样高大上的社会名流 非常的少 于是乎为了支撑门面 装点门面 王精卫就把周作人视为座上宾 请周作人参观南京 参加自己的家宴 汪精卫代表为中华民国出访为满洲国的时候 也带周作人随访 周作人知恩图报 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热情的欧哥汪精卫 从1910年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宰封 被捕入狱写起 一直写到汪精卫 1935年 在南京遇刺 1939年 在越南河内被刺杀 1940年 组建汪伟国民政府 周作人赞美汪精卫 伟大 牺牲自我生命和名誉 普度众生 有一颗救世救民的菩萨心 其事迹超级励志 独了让人热血沸腾 周作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汪精卫先生 更须蒙难实陆序 这样写的 中国历史上 此种治世人人不少概见 或挺身危难 或忍辱负重 不惜一生 以利众生 为种种难刑 苦刑 千百年后 读其记录 游龙正晚起落 旷在当时 如汪先生此路 自更令人 第一回不质疑 以汪先生蒙难 不止更须 民国以后 以害之在南京 吉卯之在河内 两遭狙击 幸而得免 此皆投身 是恶虎 所舍不止生命 且及民生 此以观更须之意 亦可知其伟大 称之为菩萨行政 无不可以 周作人用他的文笔和高声 为大汉奸和汉奸行为 大唱赞歌 也是为自己辩解 忍辱负重 当汉奸的人 既要干坏事 又想民生好 这大概是他们的心理通病 周作人这些言论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对青年影响是大大的坏 正是基于以上言行 1946年 法庭判决周作人 对于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之事实 鲜有预见与决心 其汉奸罪行 确凿无疑 没想到的是 周作人却极力否认反驳 还说自己做了不少好事 比如营救过北平的国民党干部 保管了北平和北大的图书资料 还曾写文章和日本侵略者唱反调 周作人否认自己有罪 反称自己有功 还让人搜集提供证据 争取无罪判决 那么在审判席上 法庭会采信周作人的这些证据吗 周作人会服从法庭的判决吗 我们下集再讲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再见 1945年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日本投降后 周作人是如何被捕入狱的 站在审判席上的他 会做出怎样颠倒是非的辩解 法庭又会给出怎样的审判结果 三峡大学胡俊修下期为您讲述 从文化名流到文化汉奸 周作人 第七集入狱审判